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查我们推荐三款博物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少少扼一马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谢谢理解和支持 清洗刀把子初见成效 孙立军正在团伙军判重刑 传傅政华无期不准假释 孙立军会不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打击党内的政治团伙 辅志以能上能下 在二十大之前的政治震慑意图很明显 距离中共二十大不到一个月 去年曝光的孙立军政治团伙中的三名成员 也只在9月21号 同日被判重刑 上海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龚道安被判处无期徒刑 重庆市原来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邓辉林以及三西省原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14年 邓辉林公寓公寓公道安和刘新云 是首三名被公开宣判的孙立军政治团伙的成员 而三个人同日被宣判 对官场发出了强烈的震慎力 显示了习近平当局的公安系统刀把子的清洗 达到了阶段性的目标 大陆的官媒显示 大陆官媒有报道 邓辉林公道安刘新云三个人 刑罚最重的是公道安 以受贿罪判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全部个人全部家产 邓辉林以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 15年罚400万 刘新云受贿滥用执行罪 有期徒经14年罚金100万 我记得中共中央局委 2011年的9月 在孙立军被开出双开的时候说 孙立军在党内大搞团团合伙 拉帮结派 培植个人势力 形成利益集团 成火作势 控制要害部门 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严重危害政治安全 当时的中纪委国家监委 案件审理室的副主任孙东生说 孙立军案是19大以来 查处最严重的案件之一 而之前我们也知道 原来的司法部长傅政华 因为受贿罪和巡师王法案 判处死缓 反情两年 齐满简为 无期徒刑后 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和假释 被官方点名的 孙立军团伙成员中 还包括中共江苏省原政法委书记 王里克 中国的国安部原来 级委书记刘远平 他们案件还在审理过程中 孙立军的受贿操纵 政治证券市场 非法持有枪支案 今年7月8号开审以后 那么判决还没有公布 有评论认为 孙立军的团伙 属于中共反腐的指标性案件 部分的团伙成员 在二十大前结案 对中国官场 对中国官员有警示的意味 提醒他们 在二十大领导班子调整过程中 对峙的行为要更加谨慎 也凸显中共将在二十大之后 继续进行反腐的工作 孙立军的刑罚 估计要比公道安的 无期徒刑更重 目前省级公道安 或者是副政法 目前省级官员的 换届选举全部结束 除非在这不到一个月 还在发生重大的案件 否则中共在二十大之前 估计不会再有 比较大的反腐动作 在抓一个什么政治局委员之类的东西 有人估计不会发生 但天晓的 王立科刘彦平估计也将重判 但是 孙立军本人作为政治团统的首范 能不能保住性命 恐怕也很难说 不排除 在二十大召开之前 也许是过两天 也许是下个星期 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也并非不可能 二十大之前 还有另一份中央文件的 红头文件 能上能下 也很引人自目 说的是能上能下 但侧重点显然是在能下 三千多次的文件 对哪些所谓不适宜担任 宪职的干部 做了详细的阐释 十五条的行刑 政治能力不过硬 理想信念动摇 担当和斗争 精神不强 政绩观存在偏差 违背中共的民主集中 治理原则 主机观念淡薄 事业心责任性不强 领导能力不足 违规决策后的决策论证 不充分不慎重 作分不严谨不实 品行不端 都不能够担任限制 第四条最关键的是 他讲清楚 这个文件解决的是 能下的问题 而且要以习近平的思想为指导 来解决能下的问题 所以大家恍然大悟 习近平不再此列 其他人盖末能外 香港01 也就前两天 昨天的文章 说说 在中共二十大进入倒计时之际 中共中央办公厅推出这个规定 不免让人胡想联翩 他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观察人士 透露 这一次的二十大 人事变动幅度会很大 规定的突出 获得预示 二十大 人事风暴即将到来 那就是说 以前有一些惯性的想法 不一定会继续的延续 比如说 气上把下 首先第一点 二十大之前 那孙立军的政治团伙 开刀祭旗 对党内那些呢 还有些不满的情绪 不难想法的个别人 具有市井 政治震慑的功能作用 很明显 毫不厌世 就对着你们来 你在这么闹 也是这么赚 第二点 能上能下的关键在能下 中国官场原本就没有 问责 懒政 贷政的传统 没有 但这些年的高压 反腐之下 很多官员面对的 监督压力更大 所以很多官员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为了避免犯错 干脆就少作为不作为 躺平呢 也是有的官场躺平 习近平几年前 就形象的用保时中日 来形容拥官 懒官 李克强也曾经当众的斥责 思慰 树参 就是腐败 懒政 也是腐败 但是有一点 我们也都听到 能下的人 未必是佣官 有人认为 有可能是 二十大之后 省市自治区 一级的干部官员 整肃的一个凭据 所以有人认为 是新整风运动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党内的 又一场新的政治运动 三与一来 而这份文件关于干部能上能下来 主要是适用于中阶 中基层的官员 但是文件在距离中共二十大 召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点发布 引发了外界 对中共更高级别的干部的 加速换选的联想 随便说你目气层层你就没了 而且这目气层层很容易在六十到七十岁之间能表现出来 第三 会不会改变过去的游戏规则 另搞一套 按照最高领导人的主观意志 另起炉灶 或者再起炉灶 把自己人都聚在一起 我们知道中共政治局有七上八下 就六十七岁能够留任 六十八岁退居二线 这个是不成文的惯例 但是记得了五年前中共十九大 未满六十八岁的十八届政治局委员李源潮 刘启宝 张春贤都没有留任政治局 李源潮甚至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 好了 中共的高层的换选 将如何体现能上能下 除了习近平 保驾护航 这一次会不会有高干 在倒零之前就退居二线 有没有倒零者打破惯例 更上层楼 我相信再坚持不到一个月 我们就在中共的二十大的人事安排上 就可一见分晓 一手硬 另外一手也硬 先拿这些孙力军的政治团伙 开刀 甚至不排除让孙力军挂掉 你怎么办呢 能下 能下的意味 可能会打破过去的惯例规矩 大胆的提拔 又一批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从三个一分钟之类的 这样的亲信 或者绝对的喜家军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二十大的人事那会很热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中文字幕提供